这到底是老鼠还是鸭子啊,就这个事儿已经都惊动了联合国了,中国人真是丢脸丢大了,认不清鸭子,也认不清老鼠了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,真真假假的谣言,假假真真的辟谣,提高媒体与信息素养,我们才能看清真相。 媒体与信息素养,使人们能够在面对信息和运用数字工具时,进行批判性的思考。 联合国都下场了,现在这个到底是鸭子还是老鼠,得清外星人了,没的地方找了。 这次直属维压是闻名了世界,比那个指路维码时髦多了,所以说建议以后,把直属维压收入到这个字典,磁海里面去。 这次贡献很大,丰富了我们的词。